今天跑專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樂高的人偶包的第21代 樂高71029 然後這一組比較微妙的一點是 一般來講我們人偶包大概都是 16或者是20 然後特殊的人偶包可能就是 6個之類的 然後這次又出現新的配率 12個的人偶包 我個人是覺得 不知道是為什麼 但是在那個新的樂高DA裡面 有說叫大家期待一下 那個新的5月的商品 可能有新的人偶包的配率 有人說是漫威系列的 我個人是覺得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那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商品裡面的樂高71029 裡面商品的12支商品 其實 我個人是覺得這一次的還不錯 基本上好像我們每次都說不錯 好像沒有收過樂高的人偶包不好 然後總計12款 然後塑膠包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分別介紹它 然後跟這次一樣710 他們也有讓人家買 然後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摸 因為710好像比較不會擋你 擋你去摸它們 但是前提是他們說可以 然後裡面說明書是這樣子 12款的編號 那我就一支一支 照他們編號來講好了 第一個要介紹的編號1 編號1 這一個是所謂的 這個叫做是 衝浪 衝浪者 然後 這一支非常的好 這支我必須講 這支真的很好摸啊 這一支基本上它的配件沒有一個不好摸啊 它的底座先不講 它的本身衝浪板 你可以摸 它只有這個有衝浪板 然後滑 它這不是 它這應該不是衝浪高手啊 它這應該是所謂的力槳才對啊 就站在板子上 然後滑著一個滑板啊 然後它除了 滑槳以外 衝浪板以外 最好摸但是這支 海豚啊 海豚底部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這個這三個東西都很好摸啊 所以這一組我基本上 我個人是絕對 如果有看到摸到這一組的話 這一組我覺得也CP值也還算不錯啊 雖然這一組好像沒有受歡迎 人偶本身是這個樣子 衣服是穿著一個 這應該是衝浪的衣服啊 然後 衣服上面是一個海豚的標誌 然後左右兩側有 這是椰子樹還是什麼樹的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比較有趣一點是 它不是單純的衣服而已 它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包包啊 包包後面拿掉後 後面還有一個圖案 然後包包這部分 這應該算是救生衣啊 救生衣 救生衣應該是穿前面吧 為什麼救生衣穿後面 好像裝錯了 它這組有救生衣欸 然後頭部是兩種的 戴著墨鏡的 跟沒有戴墨鏡的 頭髮跟帽子是連在一起的 這點還不錯啦 有愛的朋友可以考慮這一組啊 欸 對啊 救生衣 為什麼我現在才發現它有救生衣啊 我是不是弄錯了什麼 上去 這是編號1的 立獎 女孩啊 這樣子 欸 對啊 為什麼它圖繪上面沒有講 它有衝浪1這個東西 這是編號1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這應該是小提琴啊 小提琴男孩啊 然後這一組也是 裡面少數 只有短腿的 它並沒有附其他東西 然後它用的是那個魔法棒 放來當作那個小提琴弦啊 這是弦嗎 勾弦嗎 勾弦嗎 我忘記那叫正式名稱是吧 然後小提琴是這樣子 身上的衣服 身上衣服 是某種看起來我不懂的圖案啊 後面是這樣子 它穿的是一個帽T 雙面頭啊 在拉小提琴的那種臉 然後 沉 沉 沉醉的臉啊 跟一般的臉啊 這兩種 然後小提琴這樣子 然後編號三這個我個人覺得很可愛啊 編號三這個 是所謂的 落難者啊 就是可能在荒島 那叫什麼 荒島 荒島遇難的那種落難者啊 我個人是覺得 他不應該給他一個酒瓶啊 如果他給他一個排球 我個人覺得更有惡趣味啊 然後另外他除了排球以外 除了他一個酒瓶以外 他還有給一個 這是GG蟹的零件 我個人覺得這個還蠻零件 而且他是可以分開的 他的殼是可以拆下來的 他殼是用那個冰淇淋的殼 再加一個小的零件 這樣做出來的 這個零件 我是第一次看到 因為我好像沒有看過其他GG蟹 正面這樣子 然後附的還有多一個殼啊 可能怕 還有多一個殼的零件啊 可能怕GG蟹想要換殼之類的 然後人偶本身是這樣子 他可以把 他的鬍子跟頭髮是連在一起的 把鬍子拿掉後 後面這樣子啊 是穿著一個短褲 然後本身把這個頭跟頭髮 都拿掉後 裡面還是一個 也是還是一個胡渣大叔啊 然後瓶中性的部分 是印製上去的 這點還不錯 右手臂這邊有刺青啊 這點還不錯啊 大叔 他應該附個牌球啊 可以學一下那個 湯姆 湯姆 他叫什麼 湯姆 湯姆漢克 湯姆漢克 對對對 突然間 怎麼扣不回去啊 繼續卡住了 這是編號 3的 遇難者啊 只確定是 應該是在海邊啊 因為手上有拿一個 狙狙蟹 然後他這一組要摸的話 可以摸這個 九瓶啊 其他支並沒有九瓶這個零件啊 然後再來 就要摸這個小的 圓圓的這個零件啊 冰淇淋件 或摸他的頭髮 其實我就覺得可以啊 然後剛剛的小提琴 男孩就更簡單啊 小提琴男孩就摸他的腿啊 因為他是少數腿不能動的啊 短腿的 然後或者是摸小提琴的 這個工學 或者小提琴的配件 這兩個部分啊 然後編號是這個是 瓢蟲女孩啊 瓢蟲女孩也蠻好摸的就是啊 正面的塗裝這樣子 然後他除了 葉子的這個零件以外 他其實這裡兩個 紅色零件都是瓢蟲 這裡蠻可愛 然後後面這樣子啊 非常的有特色的一個 背部的瓢蟲的啊 正面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他有點像蘋果 把後面這個 這要算什麼 瓢蟲的翅膀拿掉後 後面的塗裝這樣子啊 基本上是沒有塗裝的啊 正面這樣子 五柄啊 胸口掛著五柄啊 要胡這一隻很難胡 然後把頭髮 頭拿掉 一個是微笑的臉 一個是 兩個都是微笑的臉 對 然後頭 頭是軟膠的 頭的觸鬚的部分 是軟膠的 這是編號式的 然後再來是 這一個是 八哥犬 我一直以為這是哈巴狗 結果人家說這是八哥犬不一樣 附的兩個零件是 好像中毒的兩個骨頭啊 這樣可以吃嗎 我有點懷疑 然後腿 他的腿是短的 可是他的腿是可以動的 他的腿是可以動的 注意看他腿是可以動的 所以他看起來比其他隻矮一點 然後把頭的部分拿掉 後面是在 土舌頭的臉 然後另外一邊是微笑的臉 然後他一樣有綁個領巾啊 這個還不錯 然後頭拿掉 頭是這樣子 這是編號五的部分啊 然後再來下一個 這個超好 哈巴狗的部分 你就要摸這個骨頭啊 或者是頭套啊 然後下一個我跟你講 這個基本上 你只要一看就知道他這一包 他這一包一定會比較大 這是所謂的人馬 人馬男 這是女孩 以後應該會出一個男孩版 附的零件是蘋果 然後弓 劍的這個弦 但他並沒有附那個劍套啊 有劍套在這裡 我忘記了 劍套在 劍套我以為他沒有抓 劍套直接抓在背上 然後這個背的 身體零件可以拆下來啊 這個樣子 然後蘋果拿掉 好 正面的塗裝這樣子啊 然後頭 是雙面頭 正面笑的 然後另外一面是 也算是笑的啊 這兩種 好 蘋果 拿著 空間 拿著 再把 頭 身體 裝回去 公放好 這是編號 6的 人馬女孩 側面這樣 後面這樣 然後 這一次還蠻多雙面頭的 這點還不錯 然後編號7的這一個 是所謂的養蜂人家 然後他比較有趣的 他是把所謂的杯子 反過來當作我們講的那個 煙霧噴射器啊 煙霧製造器 他有個正式名稱啊 然後用這樣的零件 用一個我們平常用來做那個 底座石灰用的零件 反過來裝啊 做成煙霧 這點我覺得蠻厲害的 這樣做起來就是一個 煙霧噴射器 其實蠻厲害 然後 後面是一個我們講的 那個人造蜂巢的 風格子的這個零件啊 然後上面有兩隻蜜蜂啊 身體是這個樣子 然後把頭 拿掉後 裡面是一個老 老人啊 這邊有一個 那種蜂子 蜜蜂的那個 那個什麼 窩的圖案 然後這邊有蜂蜜的沾汁啊 後面這樣子 基本上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 這個防護頭套這個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做得還不錯啊 它是 這邊是透明的 可惜這個不能拆啊 底部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然後頭是一個老頭 一邊的臉是老頭 在舔舌頭啊 然後另外又是一般的人臉啊 然後 他附的零件 這一個可能就要摸他的頭 頭套 或者是摸這個杯子啊 杯子也蠻少的啊 或者是這一個小 這一個所謂的蜂巢的格子啊 這個應該蠻好摸的 然後再來是第八個 這一個是所謂的 這個應該是阿茲特克的那種 南美中的那種古代戰士啊 附的這一把武器 我個人覺得蠻有趣的啊 它這個是那種木頭 然後裡面綁那個 這個算是獸骨啊 然後增加殺傷力啊 以前他們好像沒有 沒有劍氣 沒有 沒有金屬的鍛造能力吧 他們那個國家 是這樣子 這把武器不錯啊 可是它並沒有附兩把 然後盾牌是這樣子 這是應該是爆啊 這是爆的圖案 然後頭頂的這個應該也是爆啊 那種南美洲 爆的頭套 然後身體的塗裝其實蠻有特色性的啊 是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然後是雙面頭啊 這點還不錯 然後身體 除了印記以外 其實注意看它是八塊 它是六塊肌的圖案啊 然後手臂兩側都有印那個花紋 其實還不錯 然後頭套側面這樣子 轉圈 武器這把武器我去查一下 這叫什麼武器好了 有點像我們那種台灣那個 當機啊 或白鴿雄那個鯊魚鍵 我覺得有點像 這是編號8的那種古代戰士 應該是阿斯特克啊 南美洲那種的 然後再來編號9 這一個我個人覺得 然後它要摸的話 就是摸頭套頭盔 還有 基本上配件都很好摸啊 然後再來這一個是 我個人覺得也還算還蠻好摸的啊 基本上 你只要摸到這一個飛機的零件 就找到了啊 就是一個飛機女孩啊 前面螺旋槳是可以拆下來的 這是用一般螺旋槳零件做的啊 所以它可以用 然後它有附 注意看它有附兩個螺旋槳的零件 跟所謂的 這個是算 防風眼鏡的零件 這兩個都有多啊 這點還不錯啦 然後頭套 然後它有附兩種頭髮 一個是頭髮的零件 一個是帽子的零件 先把身體拆掉 它這個也是短腿啊 我忘記講了 它腿也是短的啊 所以它也是跟那個提琴 小提琴男孩是 算是兩個短腿的組合啊 大家這一組應該 這一組女孩部分 要摸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小飛機的那個造型 比較好摸啊 上面飛機這樣子 底部這樣子啊 其實上面 這邊還有兩個零件可以裝 還不錯啊 然後女生的衣服 正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後面還有一個螺旋槳啊 怕你不知道它是飛機啊 頭拿掉 它有雙面頭啊 笑的臉 跟一般的微笑的臉 然後換上 換上這種頭 防風眼鏡好了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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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下一個是 這個是 算是未來警察啊 防暴警察吧 武器很多啊 一個盾牌 然後 手銬 槍 然後跟一個 這應該算指揮棒 還警棍的 我不是很確定啊 然後 先把武器拿掉 這應該算警棍還是什麼棍啊 喔 雪掉了 這兩把到底是什麼 警棍嗎 總不可能是光劍吧 然後一個 槍 頭上面這樣子啊 這邊還有一個 紋路 雙面頭 生氣的臉 跟沒有生氣的臉 然後這邊有一個 誰叫什麼 拔石光年嗎 有個宇宙的標誌啊 頭拿掉後 他其實 這很像之前早期的 那個太空人的塗裝啊 一半的 有點像戰隊 正面的塗裝這樣子 另外一面塗裝這樣子啊 警察啊 後面有講那個警察的圖案 太空警察 對 然後再來 再來編號12的 然後太空警察啊 這一組就很好摸啊 他的頭 這叫什麼 盾牌 兩個手銬 或者是這個衣服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都都還蠻好摸的啊 然後再來編號 12的 11的這一個 是一個外星人啊 附的零件是一個 板手 這個我覺得蠻微妙的 然後還有一個水晶啊 用水晶去尻板手啊 然後正面的塗裝這樣子 有點像克蘇魯的臉 他這應該是個呼吸器啊 頭是一體成型的啊 後面塗裝這樣子 前面塗裝這樣子 然後 頭 裝回去 頭是這個樣子 上面這樣子 其實上面這樣看有點像薩克 後面這樣 這邊有 有點像蜥蜴人啊 然後最後一個編號12 這一個是 所謂的 我覺得比較像那種 舞者啊 然後副 歌手 他應該算是歌手 然後造型 我個人覺得這個很像那種 森巴的那種 森巴的那種頭飾啊 其實蠻豐富的 樂高有出過森巴的人偶嗎 萬萬不確定啊 一個是立起來的 那個 麥克風 然後手上的麥克風 還有一個立起來的 然後這一個也是這一次裡面 唯一有附這個 這算什麼 布料的部分啊 然後正面塗裝這樣子 後面塗裝這樣子 然後頭拿掉 雙面頭 一個是在歌唱的臉啊 一個是在微笑的臉啊 歌唱的臉 笑的臉 然後這一次的樂高 第21代的人偶包 欸 頭盔裝不進去 頭盔 裝好了 裝好了 第21代的樂高人偶包 71029 總計12款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 有愛的朋友可以考去購買啊 如果想要特定的話 有在7K的話去摸股的話也不錯啊 那各自的話基本上這一次的辨別度每隻我都覺得還蠻高的啊 阿茲特克那個古代武士啊 或者是人馬 人馬 瓢蟲女孩 或八哥人 這幾隻售價都還不錯啊 有愛的朋友可以考慮啊